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砍柴为生 陈铁柱是个孤儿 却长得眉清目秀 加上常年在山里劳作 练就了一身腱子肉 骨铜色的肌肤 深得女人喜爱 一次去送柴 就连县令夫人都看了心动 忍不住问是谁家的男子 只可惜在那个年代 男人注定是不能靠颜值吃饭的 所以铁柱依旧每天奔走在深山老林 靠着两匹马往山外运送木柴 然后卖到城里谋生 然而 砍柴毕竟是个体力活 赚不到几个钱 所以转眼都快三十了 铁柱还是光棍一个 这天 就像往常一样 铁柱砍好柴 用绳索绑在马背上 准备往山下运 到了山腰的时候 忽然遇到一群形色匆匆的僧人 铁柱将马赶到路旁 等看清楚的时候 才发现是一群尼姑 这群尼姑看上去各个楚楚动人 皮肤白皙 完全颠覆了陈铁柱的认知 以往遇到的尼姑 都是又老又丑 像这么漂亮的尼姑 陈铁柱还是第一次遇到 就在他看得吃了的时候 因为小尼姑很有礼貌地上前问道 施主这些木柴准备运往何处 可不可以卖一些到安里 宫庙里做饭用 铁柱一听 喜上眉伤 立即点头答应说可以 小尼姑道 我们乃附近静心安的僧人 距离这儿不过十里有余 施主今天能送去吗 铁柱答道 当然可以 若安里没有别的木柴供应 日后在下便在这附近为你们砍柴好了 反正卖给你们是卖 卖到县城里也是卖 还节省了不少路程 于是就这样 铁柱跟着一群尼姑上山了 到了山上 铁柱把柴从马背上卸下 又帮尼姑送到柴房里 忙碌一番 小尼姑给了她五十文钱 铁柱的心情美滋滋的 就这尼姑安的规模 再看那些尼姑白嫩的手 一点都不像是干活的样子 十几个尼姑 一年到头 光生火做饭都要用不少柴吧 反正尼姑安这地儿香火旺盛 他们不愁没钱 陈师傅如果不嫌弃的话 以后就在我们尼姑安的后院住下吧 后院有两间闲置的屋子 屋子后面就是森林 平日离你只要不出来 也没人知道咱们尼姑安里住着男人 铁柱满意点头 当天便倾脚亲手去后院的厢房 收拾自己的卧室去了 有了落脚的地方 铁柱美滋滋的想着 每天上山砍两次柴 早上一次 下午一次便可收入一百文钱 剩下的时间还可以去山里洗澡 睡觉 这样的美差哪里去找 一开始也的确是这样 只是时间长了 陈铁柱便有了新发现 这天下午 刚去后山准备看柴 铁柱便感觉腹部一阵脚痛 想起来应该是昨天晚上 吃了馊饭的原因 尼姑送了些饭菜给铁柱 铁柱放在屋里 舍不得一次吃完 便有些馊了 原本想着自己身体好 这点馊饭吃了也无大碍 哪想痛得如此厉害 如此这般境地 踏实不能砍柴了 铁柱在山里 自己找了些止痛的草药 便单着空担子回到了尼姑安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 为了不让人误会 他依旧没有走正门 而是从后面的柴妃进入 哪想刚回来 便看见师太跟一个陌生男人 在那餐园子里 正行那我绰之事 铁柱吓了一跳 赶紧躲在一边 不敢往前走 等师太和男人离开 铁柱才回到屋子里 原本想着这尼姑乃修行之人 在铁柱的面前 就跟菩萨一样神圣 哪想这尼姑 跟凡人无异 凡人喜欢的东西 他们也喜欢 不知不觉间 铁柱也动了繁星 从此以后 他看那些小尼姑的眼神 便有些不对劲了 即便如此 铁柱也只是欣赏 这些小尼姑的美貌 依然不敢有半点过分之举 然而 一个白面书生的到来 却彻底打乱了铁柱的生活节奏 这天 铁柱起来 负责跟他合作的大师姐便进来 对铁柱道 金儿个安里又来了一位公子 是个画家 因为房间有限 就让他住你隔壁吧 你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你砍你的柴 他画他的画 等安里的壁画装好 他便离开 对了 这位白公子 是师太的亲戚 向尼姑走后不久 果然来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 差不多二十多岁 看见铁柱的睡觉 这位白公子还有点好奇 拍了他的肩膀一巴掌 嬉笑道 听闻你在这里砍柴售卖 若兄弟我有你这般身材 只需要把师太师姐伺候好 便有用不完的钱 何须每天上山去砍柴 忍受着风吹日晒 我看兄弟这头脑 不会灵活转化啊 铁柱道 我砍柴售卖 这钱来得干净一些 内心无愧 那白公子听了有些不悦 冷横道 兄长可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笑贫不笑娼 你若身上没有二两文言 在这世道上 他人如何尊重你 你看我能写绘画 才高八斗 顶鸟用 老父被远外找人活活打死 亲娘也被人霸占 如今若不是师太 我这大仇还不知何时得报 听白公子这番话 铁柱已经猜到 此人跟师太到底是什么关系 果不其然 第二天晚上 师太便到隔壁白公子的屋内 与他优惠 这一整晚 都搞得铁柱没法安心睡觉 罪过 罪过 也不知这小白脸啥时候走 如此失眠 必定影响我砍柴 一日 铁柱到后山砍柴 因为头一晚没有睡好 看柴浑身乏力 只好在树林里睡觉 中午都没有回尼姑庵 之后白公子不仅没有收敛 除了师太 还跟别的两个小尼姑搞上了关系 老兄 你这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吗 放着好好的尼姑庵不住 你难道要住山洞 白公子又在铁柱面前说起小尼姑的各种好 各种极品 铁柱听得心花怒放 也有点动摇了 白公子看出铁柱已经无法安心砍柴 并笑道 若你有意 我可跟师太说 让你也像兄弟我一样 每天在这里 伺候这些小尼姑 只要把他们斥候好了 比干啥都强 铁柱接结巴巴道 那 那就有劳白兄了 这天 铁柱干脆不去砍柴了 到了晚上 突然闯进来三个小尼姑 拖着铁柱便往柴房去 铁柱睡得迷迷糊糊的 一下子清醒过来 对三个小尼姑道 你们这是作甚 小尼姑道 为你净身 待会儿送你去师太那里 师 师太 小尼姑笑道 不用害怕 别人都说师太会吃人 其实师太很好的 就这样 三个小尼姑帮铁柱洗锅以后 便送到了一间密室 原来 尼姑庵的后山竟然是空的 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山洞 入口处极为严密 是小尼姑带着忐忑不安的铁柱 一路走到了山洞的最深处 这儿竟然灯火通明 两边全都是年轻美貌的小尼姑 只不过他们的穿着 实在让人有点不忍直视 跟外面的尼姑截然不同 铁柱有点心慌 又有点心动 然而 当他被带到一个类似法坛的地方时 就看到了一个五百斤重的胖尼姑 躺在一把笼椅上 模样则像弥勒佛一样 铁柱就这样 被人五花大绑地送到了师太的面前 那白公子 害苦我也 接下来的日子 铁柱过得何其煎熬 每天都要被这位胖尼姑折磨 三个月后 原本身强体贱的铁柱 变得轻瘦无比 整个人有气无力 然后被几个尼姑给抬了出来 此人已经无用 拉到外面杀了 扔到悬崖下去围乌鸦 他日若发现长相英俊的男子 你们想方设法弄到山上来 献给师太 师太必有重赏 就这样 铁柱被之前的那三个小尼姑抬到了后山 准备扔到悬崖之下的深渊里 铁柱气息奄奄 看了一下脚下的深渊 感叹命运无常 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 就被一个胖女人弄死 岂不是可惜 于是 铁柱尝试着对三个小尼姑道 三位小师傅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你们就饶了我吧 反正这事儿在下不会说出去的 小尼姑道 我们也知道您很可怜 但是让师太发现我们放了你 可是要掉脑袋的 师太嗜血成性 杀人如麻 我们实在身不由己 也只能为你念经超度 铁柱道 三位小师傅 不求你们放了我 把我关在柴房 伺候你们可好 那三个小尼姑 每天见铁柱被师太欺负 早已看得心花怒放 此时铁柱提出这样的要求 师姐妹三人竟然心动了 铁柱道 我已经是个废人 你们放我走 我也走不了 好吧 我们就把你关在柴房 偷偷享用 就当饶你一命 于是 铁柱逃离师太的魔掌 又落入了三个小尼姑的手里 之后铁柱又被炸了一个月 一天铁柱实在没法忍受 只好装死 那三个小尼姑见铁柱已经死了 吓得连夜偷偷往后山送去 夜路难走 三个小尼姑抬着铁柱 在树林里休息时 竟有些发困 铁柱趁机悄悄爬起来 吞了两个馒头填饱肚子 拔腿便往山下跑去 等铁柱跑到山下的人家求救时 人们方知尼姑庵里住着的 是一群歹人 于是有人报了官 县令大人带着牙差 一路围剿 怎知那师太的势力庞大 县令等人静久攻不下 只好向附近的军营求助 那时大将军 听闻此事倍感兴趣 连夜捉了师太 让八个壮汉给抬了去 之后听说师太成了 大将军的宠物 具体下场如何 不得而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